5月9日,在位于南京溺水的珍顺南京工业设备有限公司类, 正量的不锈钢灌体整齐排开,车队进进出出配送货物。 该企业是源自台湾的一个家族企业, 其掌舵人汪光点的父母最初在台湾农村创办不锈钢筒代工厂, 制造食品饮料类的不锈钢筒槽配套设备。 我们珍顺来广东是因为广东深圳的可口可乐厂, 那他在八九年来设厂之后,他的设备很多都是由国外进口, 那因为他找上我们,所以要希望我们来这边配合他们设厂, 由我大哥跟二哥进入,那个97年进入广东的汕头设厂。 21世纪初正是大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, 收获到发展红利的珍顺,日渐壮大, 厂值规模从在台湾的三千万元做到了九千万元。 家族管理层决定,将事业发展版图从珠三角扩展到长三角。 那时候那边的不锈钢筒,因为运输各方面比较久, 那也没办法及时供应,所以我们就选择南京这边。 因为南京这边它有一个优势,就是说离无锡的钢材市场非常的近, 而且无锡的钢材市场是大陆最大的钢材市场, 所以我们在取得不锈钢跟各方面的钢厂会特别快。 而且那时候的很多客户都是在长三角这边,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速地提供他们产品。 随着大陆快速发展, 汪光点的客户群体也在不断地变化。 其实我们以前的客户跟现在的客户是截然不同的。 以前我们的可能有80%是做外资企业的, 20%是做大陆企业的, 但是现在的情势已经发展反过来的。 目前南京这边的营业额是这样的,非常的稳定, 都大概在6至8千万。 17年,汪光点的事业不断发展,家庭也开支散业。 我来的时候我就把妻子带过来, 那我大的小孩子是04年的, 那第二个是05年的, 那我的小儿子是10年出生的, 其实我们已经真正的扎根在这边了。 汪光点认为,企业要做大做强, 提升核心竞争力, 和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是大势所趋。 南里公他在化工这个领域设计非常厉害, 所以我们跟他合作。 我在这个化工上的产品上的安全性也好, 设计性也好,实用性也好, 我们也跟东南大学的机械科合作, 可以提高我们以后的设计的人力, 可以更快速,可以更精准的报价。 汪光点表示,大陆的市场很大, 未来他准备跨入精细化工行业赛道, 试水特种材料设备领域。 我是觉得未来的全景是非常好, 我们在拓展的就是特材方面, 特材使用的方面又更广, 食品行业或是精细化工, 甚至那一些比较大型的食化厂, 他都会用到,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未来的行业。 感谢观看